今天我看完了学历的纪录片 讲一下核心内容 珍丽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珍丽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貌 当时母亲并不赋予 没把她送到幼儿园 而直接送到了表演学院 当时府上一家表演学院的代表 十分欣赏学历 母亲看到代表的语气和表情后 感觉这个孩子在首尔也能成大事 珍丽在首尔的MTN表演学院学习 不过学费太昂贵了 六个月一千万韩元 大约六万人民币 再加上其他经费 母亲快支撑不下去了 当时珍丽哭着说 想多学习 这样多坚持了一个月 这时奇迹发生了 珍丽突破150比1的竞争 饰演了鼠童鸟 善化公主的儿时角色 珍丽拍摄该剧是一位记者 建议她改名 因为珍丽这个名字 太有基督教的感觉了 于是就有了学历这个艺名 在2005年9月份左右 SM看到了关于学历的新闻 就找到了她的母亲 渴望见到这个孩子 SM表示要把她培养成 超越金三和文姑娘的 SM头牌艺人 她小学5年级就住在SM宿舍里 当时她跟少年时代的 替帕尼是童物 替帕尼说她完下课之后 小两三点就去SM办公室 接受唱歌舞蹈 表演语言等课程 小小的学历开始疯狂长高 个子达到了1米72 这样学历当童星不太合适了 表演青少年吧 也没有丰富的感情 所以SM建议她 转型为歌手 这样在2009年8月24号 她正式以FX场面的身份出道了 这时她才中学三年级 事业上一路高高的她 遇到了一些变化 2013年9月份曝光了 学历和Dynamico缺角的恋情 2014年6月 却在丢失了钱包 里面有俩人的亲密照 2014年8月出现了 第三次热恋传闻 俩人终于承认了恋情 当时母亲懵在鼓里 不相信那些照片都是真的 所以问了学历 学历说真的在谈恋爱 其实学历和缺角的爱情 是挺甜蜜的 学历的日记里写道 2014年5月23号 星期五 今天我跟节五吧 一起去了美甲店 多了一件可以共享的事情 我好开心啊 以后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 我现在就真的很幸福 我特别幸福 想把每个感情都记下来 稀稀的品位 每一件事情 哥哥对我来说很重要 怎么会有这样 单纯 善良 不计较 又聪明 可靠温暖的人呢 他是让人孤独不爱的一个人 他对我来说 一辈子都很重要吧 我好幸福啊 我见到他 就是很幸运的 不过 恋爱的甜蜜 被舆论开始摧残 恋情爆光后 人们开始慢慢学历 因为学历和缺角的年龄 相差13岁 而且缺角这个艺名 也有色情的意思 而且俩人恋爱的时候 学历在SNS上上传 俩人的亲密的照片和视频 比如在床上 学历和缺角接吻的照片等 人们的批评之声更高了 当时母亲反对他们的恋爱 学历就非常愤怒 开始反抗 感觉自己辛苦了这么久 也赚到了很多钱 他让母亲告诉自己 这段时间到底赚了多少钱 而且从下一次结算开始 他直接从公司那里获取 母亲只能从自己那里领钱 当时母亲暴跳如雷 就切断了母女关系 从来以后 两人偶尔联系 几乎不见面 2015年8月7号 学历正式退出了FX 2016年11月就出现了 学历胳膊受伤的新闻 在那之前SM告诉母亲 学历试图割腕自杀 一会儿要上新闻 请她不要惊慌 也不让母亲过来 因为SM要编一个 学历在浴室里摔倒受伤的故事 如果母亲过来的话 人们就不再相信了 而2017年3月6号 学历和缺掌 正式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恋情 一位文化日报的记者说 学历从未做过违法的事 她只是随心所欲地表达 所思所想 而普通艺人很在乎 大洲的眼光 一定要把自己规范化 表现出最端正的自己 学历恰恰相反 学历每一次看Instagram直播 发图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比如她录完专机后 在餐厅聚餐开直播 简单挑了一下午 2019年1月2号 她跟朋友们一起照看新年派对 当时做美说的朋友 抱起了学历 这些行为通过Instagram散播开来 引起社会一片骂声 当时参加聚会的作曲家说 对于学历来说呀 这些照片只是愿意分享到幸福瞬间 也并不存在人们想象的那种 磕醉酒吧 磕药 紊乱的场面 这些绝对是误会 学历本人说那些认识自己的人 都知道自己并没有恶意 但很多人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自己 她还请那些记者客人们善待她 2018年夏天 学历终于购买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家 不过慢慢后来到她家时 发现里面药包狼藉 因为她患有恐慌障碍 UV症等症状 就在2019年6月 学历召开了首次个人单曲发行纪念粉丝界面会 不过好景不长 2019年10月14号 下午3点21分 SM告诉母亲 学历自尽了 当时母亲以为 两年之前也是多过一次 这次也无伤大雅吧 就问了一句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吧 SM相关人员 只重复了那一句话 学历25年短暂的一生 告诉我们一个明星的梦想成长爱情痛苦挫折等背后故事 我们所爱的那些明星背后也存在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我们应该多善待自己和他人